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百科的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 茉莉花它不长叶子应该怎么办 那很多花友呢 拿到了这个,收到了这个茉莉花之后 养了很长时间,发现它没有长叶子 基本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没有给它足够的光照 因为茉莉它非常喜欢 你光照不强的话 它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把它放光照好的地方 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新叶子 第二个呢,就是你长期的没有给它试肥 比如说,好几个月 你都发现它,即便是在生长期 你也没有给它试肥 那可能就是因为土里的营养太匮乏了 所以它呢,导致它叶子长不出来 你可以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呀 或是磷甲肥呀 帮助它去长新叶子啊 尤其是复合肥或是淡肥 都是可以的啊 那第三个方面呢 比如说你的水分没有跟上 三天打鱼两天蟹王 经常忘记给它浇水 那尤其是夏天 茉莉呢,有时候缺水的话 你缺水一两天 它就叶子全部干枯了 更弹 更弹不上长新叶子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浇水呢 要给它及时浇水 旁边发白白变干了 就要及时浇水了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茉莉进入了休眠期 它就不会再长新叶子 尤其是秋冬季节 温度慢慢慢慢的降低 茉莉呢,在一个休眠的环境里 它是不会长新叶子 那个时候我们尽量的让它保持 呃,原先的叶片啊 呃,让它多晒太阳 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它才能慢慢的 安全的渡过休眠期 好了 关于茉莉为什么不长新叶子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